再来关心台北捷运的新装机场 因为设置在乐生疗养院 引发了后续争议不断 监委调查之后认为选址不当 导致通车延宕了七年多 预算也因此增加85亿 因此今天通过纠正台北市捷运局 新北市政府还有卫生署等三个机构 不过乐生院民很无奈地说 监察院的动作来得太晚了 工人们忙进忙出 台北捷运新装机场持续施工 不过监察院调查后发现 新装机场选载属于逆冲断层的乐生疗养院 导致预算大幅增加85亿元 通车时程更延宕了七年四个月 工程安全也不确定 还引发社会各界抗争 原因就在于选址不当 16号对台北市捷运局 新北市政府和卫生署提出纠正 但乐生院民认为为时已晚 纠正在讲是不痛不痒 我们还是希望捷运最好是 不要再施工了 恢复恢复原状 让病人也是把乐生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纠正案文指出 新装机场原本规划在 辅大东侧农业区内 但台北市捷运局得知 乐生疗养院将在95年关闭后 83年改规划在乐生 行政院当年9月同意新装机场 改设在乐生疗养院 坚伟认为台北市捷运局轻货边坡开挖的风险 导致乐生疗养院建物军列 我们以后工程的规划 我们会做一个借鉴的参考 同时我们会进一步 把现在施工的状况 还有这个后面怎么加强防抚 会再跟监察院做一个说明 以后更为谨慎 我们觉得说相关的一些教训 应该都是应该要记起来的 而坚伟也认为 卫生所在移交施工用地 以及迁移院民不利 也使得新装机场工程严重延宕 现在乐生院民大多处在临近的组合屋中 期盼能早日回家 而台北捷运公司表示 目前正在进行西侧边坡的稳定方案 以明挖覆盖的方式将隧道延伸200公尺 减少开挖深度 预计106年就可以完工 记者联系朋友组新北市报道